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想晒一些蚂齿菜 昨天我在菜园里摘了很多蚂齿菜 吃不完 所以我就想把它晒干 而且我主要是想晒干一些 将来做扣肉 然后做下饭菜 或者包包子都很好 蚂齿菜在晒的过程当中 先要把它放到水里面洗一洗 顺便介绍一下 我们洗的时候 像天气这么好 我们就从外边洗 我都买一个这样的大桶 然后在外边洗 洗完了以后 我也不心疼水 洗完了以后 就可以用来浇水 浇地 不大力 省水 因为其实你要是注意的话 你就会发现 其实洗菜 每次都要用很多的水 必须早用水 你要是洗菜的时候 把洗菜的水 在外边用来浇水 在外边用来浇你的树和菜 这个都很好 你这个蚂齿菜 你为什么要洗 直接晒干了以后不好吗 蚂齿菜不能直接晒干 前面有个视频讲过 这个蚂齿菜就是说 因为你要是这样直接晒的话 它是晒不干的 因为它必须是要 用开水烫一烫 或者是用蒸笼蒸一蒸 然后它才能晒干 要不的话 这个蚂齿菜 你再怎么晒 它也晒不干 这个蚂齿菜 我只所以想晒干了 因为这个蚂齿菜 它就是说只有春夏秋三季有 然后呢它不太抗冷 如果是天一冷了的话 它就没有蚂齿菜了 我晒干以后呢 就是说有的时候就觉得 好像如果说 我近一段好像大便不太好 或者说有一点什么炎症 我有时候就把晒干的蚂齿菜拿出来 做一点东西吃 然后呢实际上好像 像当一种药物来吃一样 天然的 因为这个蚂齿菜嘛 说过就是说 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 对很多真菌都很有好处 而且它还有丰富的 Omega-3 这个洗好的 洗好的这个蚂齿菜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蒸笼上 你可以烧一下子水 然后呢水烧开了以后 把这些蚂齿菜放到里边烫一烫 烫的变成绿色 变色了就可以了 拿出来晒 但是呢我觉得那样子的 就是说把它的营养都流失了 流到水里边 所以说不舍得 所以我就用这个蒸的办法 就是说 因为我这是以前做馒头的一个大锅 现在不做馒头了 也蒸蚂齿菜用 这个先把这个水呢烧开 水烧开 现在水已经开了 然后呢水烧开以后呢 就把洗好的这个蚂齿菜呢 放到那里边去 这样放上去以后呢 蒸大概五分钟左右 你到时候打开盖子看一下 如果只要颜色变了就可以了 也不用煮的很熟 啊 现在应该煮的差不多了吧 五分钟了 看看 对 煮成这样子应该就差不多了 再呢就是拿出来以后 放这儿稍微晾一晾 然后呢就可以拿到外边去晒 这样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这种竹框 然后呢竹框上铺着一个 铺个餐巾纸就可以了 然后呢把这些蚂齿菜 把它放上那儿 放里边以后主要是要把它们弄均匀了 不要螺到一块儿 这些呢看着一大堆 其实晒干以后一点 今天太阳特别好 放到外边来 然后放到这个凳子上边 然后让它 晒一晒 这样蒸 蒸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就是说 保持这个蚂齿菜里边的阴阳 不会被 都泡到水里都丢失了很多 这样呢就是说 用一个纱布把它盖起来 这样盖起来就是预防啊 有飞虫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而且呢这个黑色呢它是吸热的 这个也可以呢 就是说增加热量也晒得快 然后呢我们就在上面再放一个棍 这样把它压起来 顾风干什么的也不会这个 把纱布刮走了 然后呢过一段时间 你可以出来用个筷子把它再翻一翻 这样的话就说用几天就可以把它晒干了 这两天呢特别的热 三天你看这些蚂齿菜都晒得干干的 然后那一盆蚂齿菜就晒得这么一小把 蚂齿菜 所以说你家里有多少蚂齿菜晒干了以后也没有多少 不用发愁你的蚂齿菜吃不完 希望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晒蚂齿菜的方法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